北京时间8月8日,EA Sports官方公布了哈登在NBA Live19里面的能力值,注意,是Live19不是2K19,新科MVP的能力值是94,也引起了一些球迷的不满。 随后,EA Sports又公布了几名球员的能力值,詹姆斯97,伦纳德92,保罗·乔治和字母哥都是90,海沃德85,马斯欣王德罗·赞的能力值是90,作为对比,他在2K19里面是89,保罗是NBA Live19公布的第一位球星,他的分数是92,杜兰特是95。 你觉得高了还是低了,NBA的能力值是92,这个分数可能是所有内线里最高的了。 大地心想,身为NBA Live19的封面人物,难道没有加成吗? 据了解,Xbox One版NBA Live19,是晚demo将于8月24日发布,正式版将正式于9月7日发售,而今年NBA Live19,将直接与NBA 2K19正面碰撞,后者的发售日期为9月11日,谁才是篮球界的第一游戏? 等到9月份的时候,广大NBA球迷就有答案了。